伐水永长流 生命殿世 慈悲奏就生命之美 6.清修正法 阿底霞尊者 虽然住在近处 却忧心于世间所示的成败 并为之痛苦 却说我是极尽者 请不要这样说 内心不离对今生的贪欲和嗔恨 却说我是静修比丘 请不要这样说 虽然身处近处 但不断除与世俗之人的来往 与自己共处的人谈论世间话题 虚度光阴 其余造业 口头上 却说我是静修比丘 请不要这样说 他人对他人对自己微小的损害也不能忍受 对他人连微小的利益也不愿成败 口头上却说我是菩萨比丘 请不要这样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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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在最初还没有承诺 发誓之前 对于南行道或异行道有选择的余地 但如今已不能不休难行道 3. 如果破坏了承诺与誓愿 就是欺骗上师和本尊 故因之必须修行 再者 安住在进出的墓地是断除与世间人的来往 断除对亲友的坎爱 如果能断除那些 就可以清除爱欲等分别念 及各种散乱的因缘 从而趋入观修菩提心之道 中文字幕提供 转发 打赏 时间所示的万得幻思 一叉也不会生气 如果往昔没有进行如实的修持 自心的串习对质地不弱 那么世间的分别念 就会分至塌来 对此 如果不依止书胜的对质地 那么我们安住在近处 又所谓何时呢 那样和身居山林的野兽 又有何差别呢 因现今很多修法难于行持 就像灰岩道将来 不应这点期待 而当这般思维 人手中的如厘导珠 一旦丢失了 以后是找不回来的 在史修中 不要以时日来衡量修正高低 而应当观察自心的修行串习力的深浅 观察烦恼是否减退 要尝一念自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要欺骗本尊和尚师 不要毁坏子他 纵然今生的世事遭到失败 也是拜不足席的 门前有一堆不进屋的话 自己尚且应当重塑清扫 若有他人相助 则何乐而不为呢 同样 今生的一切分别念 是要依靠自己的全部对质力来断除的 如果上师与善友从旁协力 你对此为何不感到高兴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本尊与上师面前 承诺了普渡众生以后 不要对布施的对境做选择 对境虽然有所差别 但从自己修炼无提心的角度而言 是不应该有什么分别的 对危害者不要起称恨心 如果对怨敌生起称恨心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修炼无呢 烦恼无论在何时生起 都要一面对质力 如果任烦恼自然蔓延 修法又有什么用途呢 因此你在观修菩提心时 刹那也不应该忘失正念 如果正念出现失坏的漏洞 烦恼之魔就会趁虚而入 对修持菩提心造成障碍 中断递他行为 自身也必躲而去 这样的话 虽然自以为是修行者 但却没有实际意义 在临终时不要让上师与善幼感到悲痛和瘾 也不要让世间信众产生疑 一 如果自心不去对照经教二者 再三翻写 那么虽然自以为是修行者 但是实际上与教化大众被道而驰 在临终时 不但没有任何具有菩提心的迹象 反而出现一些落入恶趣的迹象的话 就不能不感到悲痛和遗憾了 2. 因此 自以为是修行者 唯一生中以修持佛法度日 却不舍弃我满心 虚度一生光阴 临终时自然一无所获 却不舍弃我满心 虽然安住在近处 但如果不放弃今生的琐事 自心不远离碍玉的话 就不能得到佛法的利益 如果想要做到今生和来世二者 都不受损害 那么修法就变成了复乃 这样附带的修法 也只能称为口头上 形象上的佛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温暖的阳光照射在 对异盎然的土地上 滋养着万物蓬勃生长 坐落于台南市归人区 隶属于海涛法师慈悲制野 中华护生协会的八戒护生园区 从高空俯瞰其四周的环境 映入眼延近视绿油油的田地 以及枝叶繁茂的林木群 八戒护生园 即位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广大平原 风景秀丽 五色风马旗随风飘扬 让依靠在竹林旁的八戒护生园区 更显其生机勃勃 占地1400多坪的园区中 收养了包括104只的狗 以及171头猪 简单地将园区分隔为两个区域 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之门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天地 两者虽数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大家园 稍稍接近围栏 狗儿便奋力摇尾 伴随着此起彼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地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 眼睛透露出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 细心地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硕亮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亲近 当伸手轻轻抚摸他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肢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气 猪肢发出的声响也不分宣治 有的悠闲地躺卧 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蓝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不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 情感交流及灵性之会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 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 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清净乐土 中华护生协会广邀您 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余生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博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名中华护生协会 诶 乔倒 小同 Ke structure 修理 厉害 不 рассказыв 我 洗脯洗脱 诶 诶 慈悲至夜邀请您欢喜当义工 从事公益行善的理他活动 可以让人变得更快乐 因为助人可以提升正面的心情快乐指数 从事志工活动 关怀老弱 身障等服务 对于身心状况能有正面帮助 许多人在奉献服务中感受到 世间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 从而激发自己内在的慈心 扩展自己的心量 获得快乐 这样的心灵喜乐是无价的 这种想要服务大众 家会世间大众的心 就是佛教所说的发心 从事服务社会大众的行动 就是一种菩萨行 做义工可以迅速累积福报 因为义工的发心态度 这是累积慈悲滋量 义工的无私无偏 这是累积平等滋量 义工的付出奉献 这是累积不实滋量 义工的不辞劳苦 这是累积精进滋量 义工的任劳任怨 这是累积安忍滋量 义工的护重不害 这是累积实戒滋量 义工的专心意义 这是累积禅定滋量 义工的用心思考 这是累积智慧滋量 所以义工除了结交朋友 广结善缘之外 更有累积福报 自立立他的深远意义 义工报名请恰 E-mail live tv.net at msa.hinet.net 服务电话 03-989-9319 03-989-9319 阿弥陀佛大乐心咒 欧阿弥陀佛大乐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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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常念阿弥陀佛的人 也记得念这个心咒 你常念 业障消除 念满三十万遍 一切如愿 乃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而且现世的一些非死亡 就是意外死亡 皆得消灭 更重要的 地狱鬼道 尤其畜生道 听到阿弥陀佛心咒 皆得脱离三恶道 将来得以往生进步 欧阿弥陀佛大乐心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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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